世界被快评 由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赞助播出 拜登政府欲推新政 解决边境移民危机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2022年12月19日的 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郭爱妮 新闻首先带你来关注 华尔街日报周一援引执行人士的消息表示 在特朗普政府推出的第42条移民法即将失效之际 拜登政府正酝酿新的边境政策 而新政落地之前 美国的跨境移民人数急增 另一方面台积电赴美设厂过程 经历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到现任总统拜登 赴美的动因也从解决供应链瓶颈 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 在通过本台记者的实地走访和调查 台积电早前在7年前 已开始与菲尼克斯市接触 而为何拖至现在 台积电到来 对当地的产业结构和台湾岛内的影响 有哪些 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 当多家媒体以台积电创办员终于实现在美设厂的梦想为标题 大场赞歌之时 大众未必知晓美梦之下残酷的现实与真相 这次台积电赴美设厂是前朝特朗普政府施压之果 在2020大选之年 白宫向台积电施压 要求至亚利桑那州设厂 当时的理由为疫情令全球供应链中断 美国不能再高度依赖台湾制造的芯片 而来到2022年拜登政府高举台海危机 打出随时可能发生地缘政治的风险 两人政府以不同的理由发动庞大攻势 施压台积电赴美设厂 机台商机典礼风光的背后 实际上是台积电被迫出手 荒漠中的台积电工厂建设 这如火如荼 另一头高楼林里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都市 美国南部沙漠城市飞尼克斯 因台积电等大型企业的到来 干净整洁的市容和当地政府重视投资 和打造低税的营销环境 飞尼克斯一跃成为全美最受关注的城市 并正与纽约和洛杉矶等热门城市一争高下 而据记者实际的采访与观察 台积电不只面对市场成本高于台湾本土五倍之多 工程进度更低于原地目标 据知情人士表示 在今年12月初刚刚风光落幕的上级典礼 更是原定于在今年的年中举行 而这波与台积电一同赴美的相关厂商 并未因为这波帮助提高美国国家安全部局 而享有任何便利 绝对不是因为今天抱着有台积电的名片 或者是有它的合约 就可以很简单的快速通道 或是一路绿灯 如果今天是有台湾背景的这些协力厂商的话 那绝大部分会是用E2条约国的签证 把它比较快速的方式 然后门槛也比较不会那么的高 这样子的签证到美国 目前在菲尼克斯当地有近上百家上下游的厂商 将在台积电建厂进度的不同阶段相继抵达 赴美之行代表着高昂的人事成本 全新的法规和陌生的文化带来的隔阂 同龄开始打拼的行动 让在商严商的老板们仍在观望的居多 像跟我们同样产业就不止我们很多 那我们的上游我们的下游还有下包 然后其他 所以在台湾上天家都跑不掉 老板在做营运的一个策略规划的时候 其实赚钱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我们要去设公司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前景 那当初台积电说要设六个厂 像我们自己在评估说 你大概两三个厂以上 你才会做损一两平 就是会达到不会亏钱的程度 所以在那个之前 像我们这个厂去那边的是我们第一家 因为大家还在 我也等系还在看 从地理位置到气候条件 再到当地政府积极的招商引资 贝尼克斯正吸引了包括英特尔等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 而当前包括纽约和洛杉矶正成为他们目前正要追赶的对象 方黄卫视杨平均李战青在贝尼克斯的财务报道 拜登政府在19号公布了一项政府范围内的计划 致在到2025年将全美无家可归人数减少25% 作为拥有最多无家可归者的洛杉矶市 新任市长巴斯日前表示 将在20号启动新的计划 将无家可归者送至酒店或汽车旅馆 这项名为All-in全部投入的计划 为没有居所的人寻找住处 并提供资源让他们安定下来 据美国无家可归问题跨部门委员会的报告 计划主要建议是解决无家可归者的基本需求 并首先着重于解决导致人们流落街头的根本原因 拜登在声明中称 这一计划提供了一个路线图 不仅让人们有住房 还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支持服务和收入 今年全美无家可归者人数约为58.2万人 目前的人数较疫情之初增加了约2000人 增幅不到1% 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25年 将这一比例降低25% 分析认为可能采取的措施 包括鼓励更多房东接受政府的住房券 并支持地方政府建设更多工薪家庭 负担得起的公寓大楼 在应对这一问题上 洛杉矶市新任市长巴斯 在上任第一天就启动了 无家可归者的紧急状态 他同时宣布 洛杉矶市从20号起 发起一个名为 安全室内Inside Safe的计划 他承诺在任期的第一年内 通过临时和永久设施 为1万7千多名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 我们在星期中发布了一个设计 叫Inside Safe 会认为人们在床里面 并不是会认为每个人 但希望会认为一个重要数字 但我们会立即会认为他们 在酒店里和酒店里 总好卫视杨凤俊 李战青洛杉矶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随着梅西率领阿根廷捧得世界杯 2022卡塔尔世界杯正式落幕 我们马上连线世界杯快评 透约评论员苏志贤 之前你好 目前有哪些关注的焦点呢 好的主播 本届的世界杯终于通过 昨天的决赛降下了帷幕 最终由阿根廷7比5战胜了 法国队 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那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一下 昨天精彩的瞬间 对很多球迷朋友来说 昨天的世界杯决赛 应该是有史以来 最精彩的一次世界杯的决赛过程 决赛中的阿根廷呢 是再次换阵 换成442对阵法国的433 阿根廷的阵容呢 是做了一些调整 是派上了上几场 是在替补其待命的 这个迪玛丽亚出战这个决赛 一开场阿根廷就利用 中场的人数的优势 对法国队进行了一个紧逼 法国队在上半时的阶段 可谓说是被阿根廷压着连气都喘不过来 23分钟的时候 阿根廷获得一颗点球 梅西是超到命中 首先1比0领先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阿根廷继续的往前是紧逼 在第36分钟的时候 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反击 结果呢 是由迪玛丽亚在左路推射打进空门 领先到2比0 两球落后的法国队 主教练马上在第41分钟的时候 做出了两次的人员调整 把前锋吉鲁跟邓贝来都换下场 换上了两名新的球员 试图要改变这个落后的这个局势 人员调整之后的法国队 下半时是稍有起色 进攻是慢慢的出来了 那阿根廷队在下半时 由于体能消耗的比较严重 所以法国队在下半时的一些反攻 出现了一些就是机会 那么姆巴佩在第80分钟的时候 是获得一颗点球 把比分追进到2比1 两分钟之后的姆巴佩 再次把比分追平 凌空抽射 在左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射门 把比分追平到2比2 打进了加时赛 加时赛的时候 上半时梅西在108分钟的时候 再次把比分超出3比2 在大家都以为这场球阿根廷 已经收入囊中的时候 法国队的姆巴佩再次站出来 上演帽子戏法 点球追平了这个比分 最后在加时赛比分是 战成了3比3要打到点球大战 点球大战里面呢 阿根廷的门将大马丁是再次发挥出色 突出了法国队两颗点球 最终比分是锁定在了7比5战胜了法国队 36年之后阿根廷队是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 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届的视频再见 感谢指贤 我们来关注财经消息 美股周一收底 三大股指示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 科技股跌幅领先 投资者对美联储接近加息 造成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 坚持风险投资 我们来看星期一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是低开低走 全天都是震荡走低 收盘时是下跌作收 投资人主要是忧虑经济前景 所以同时呢 也是到年底之前 有很多是为避税而跑手的压力出现 同时呢 三大指数当中 各个行业类股 也是受到投资人的 不同程度的抛压标准 500指数呢 11大行业股 是在电信和技术类股的情况下 出现全面走低 道琴斯平均工业 主义则是医药连锁商 Walgreen小幅上升 还不到1% 只有0.69% 反而成为道者当中 升幅最好的一个个股 随后是雪佛来 波音飞机公司和摩根大通 也是成为小幅上升 不到1% 但是也是道者当中 少数几个上升的个股 而跌幅最大流算的 迪士尼娱乐集团公司 主要是新出品的影片 票房的收入 不如市场预期 是重挫了4% 所以是成为跌幅最大的一个个股 随后是加德堡 微软公司 苹果公司 也都是呈现下跌的趋势 而科技类股 普遍呈现走低 跌幅比较大的 有特斯拉公司 以及奈飞公司 有捐商表示 2023年 全球央行还会持续收紧 跟随全球都会呈现 一个流动资金减少的状况 这样不利于增长型的股 所以建议投资人是增值一些 基优的大型价值型股 10年长期收益率在收盘时是3.59% 而石油价格是持续呈现 较浮反弹 投资人认为中国经济开放将会增加 进口量可能会就此推升石油价格 油价上升1.99% 是75块7毛基硬同坐收 黄金价格也是 忧虑美元长期还会持续 是反弹上升在星期一 也成为下跌的走势 以上是星期一情况 布黄辉视旁哲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在年末的交接来临之际 华为银行再度携手洛杉矶胡人队 共同举办感恩计年度回馈 社区系列活动 12月15日下午 儿童节日派对在胡人队训练中心 UCLA Health Training Center欢乐展开 本次活动感恩计 A Season of Giving 年度回馈社区系列活动 也是华为银行与胡人队 共同举办次活动的第16年 在活动现场 勒布朗·James 胡安·安德森 安东尼·戴维斯 以及汤马斯·布莱恩等 胡人队球员闪亮登场 胡人队拉拉队 胡人女孩与华为银行一共一同与来 自免费科后辅导结构 After School All Starts 和非盈利特许公立学校 Alliance College Ready Public Schools 的孩童 以及青少年 提前庆祝圣诞节的到来 到场的孩童与胡人队明星球员 共同度过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午后时光 有球员扮成圣诞老人模样 和现场的小朋友和青少年们一起合照 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做准备 另外活动现场还有制作圣诞装饰 舞蹈对决 胡人队队员和来到现场少年 合唱圣诞歌曲等 现场氛围 其乐融融 本次系列活动感恩祭于11月12日拉开帷幕 当日胡人队与华美银行 共同在洛杉矶消防局获奇肯经理培训中心 一同为200名来自洛杉矶多个社区组织的边客 提供丰富的感恩节晚餐 11月16日中午 NBA时尚连续出场最多的胡人队 退役球员铁人格林 退役球员罗伯特霍里 获得2009年和2010年年度冠军的退役前锋欧登 与华美银行一工在旧市军洛杉矶红盾社区中心 为300个家庭发放感恩节火机与食物 华美银行资深副总裁兼全球企业事务部主管 Travis Kiyota表示 华美银行很高兴能够赞助参与胡人队的感恩节系列活动 通过这项富有意义的合作项目 华美银行得以向当地社区略表感激之情 让华美银行有机会为社区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协助当地社区迈向成功 凤凰卫视马昌日林汉琴洛杉矶报道 2023年中国好声音海外见面会美国站 于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见面会正式启动 2023年中国好声音海外见面会美国站 由北京新宝家传媒有限公司独家承办 洛杉矶地区由M3JMK Modeling Media Academy 和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共同承办 初期新闻发布会的2023中国好声音海外见面会副秘书长徐乐康表示 中国好声音把全美见面会唯一主办权 授予了北京新宝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好声音这次也是见面会的第一次来到美国这边 由我们来全球中国会来执行和监督这个赛事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感谢大家 2023年中国好声音海外见面会全美主办方执行主席 Tiffany表示 美国地区赛事将分为见面会 复赛 半决赛 地区总决赛 以及全美突围赛和全美总决赛 凡年满18岁都可以报名参赛 美国站总决赛前三名将回国参加中国好声音总部的试音会 中国好声音官方代表派出了他们的秘书长来做这次的海选 希望能够在美国的领土上唱出中国人的歌 然后让每一个喜爱音乐的人的人都能够在这次的机会中发光发亮 希望你们都能加入我们 大家一起为爱而唱 为梦想而唱 洛杉矶地区联合主办方M3 JMK Modeling Media Academy的代表 Julie Shen和明迪丽表示 非常高兴能成为中国好声音海外见面会洛杉矶地区的共同主办方 本次好声音海外见面会美国站的主评委 美国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陈和霞表示 作为评委将严格执行2023中国好声音海外见面会制定的评选规则和标准 做到公平公正 我们评委作为评委做到公正公平 把优秀的选手能够推显出来送到中国去 使我们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华侨能够借此机会 把我们的新声唱出来唱响全球 评委阵容还包括美国好声音达人秀评委 Joshua Wentz Fabric Network Television创始人阿斯瓦德 保加利亚歌剧院首席花枪女高音玛丽亚娜 著名旅音歌剧女高音歌唱家王贝贝 女中音歌唱家杨光 女高音歌唱家杨子平 中国著名十大歌星张迭 男高音歌唱家朱一农等 凤凰卫视白亦辰洛杉矶报道 经过近两个月的角逐 第五届美国青少年才艺大赛总决赛 日前在纽约拉下帷幕 决赛当天近300名选手参加了 声乐 气乐 舞蹈 语言等项目的角逐 评委们纷纷表示 此次比赛的专业程度比以往提高了许多 此次大赛的专家评审 包括亚洲健身小姐亚军邱亚娟 音乐制作人吴亦凡 旅美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张志 第五届美国新光青少年才艺大赛 由美国JIA国际文化传媒集团和美国舞蹈家协会共同主办 美国JIA国际文化传媒集团总裁崔大卫表示 本届比赛秉承展现青少年风采 丰富文化生活 提高艺术素养的宗旨 实践会学习 会生活 会做人 会健体 会创造 有特长的育人目标 以艺术文化为核心 运用了体验加竞技的模式 活动中 星海艺术中心 历城舞蹈艺术学校 爱意舞蹈艺术学校 Hello Dance Crew AKF Dance Studio Rescent Art Center 美国UNAAR国际艺术教育 Lily 琴韵古争乐团 云乐艺术 I Smart Music Center等艺术机构 都选送了优秀的作品参加比赛 除了纽约本土的选手 还包括在现场及线上 参加比赛的外州选手 崔大卫表示 孩子们的辛苦付出令人感动 有很多选手前后参加了 四次星光青少年才艺比赛 还有那些不辞辛劳 从外州赶来的选手 以及家长们的无私支持 评委吴亦凡说 有很多选手不止一次参赛 很高兴看到孩子们不断进步 在舞台上找到自信 挑战自我 参赛选手Grace表示 感谢妈妈的支持 比赛中每个人都很努力 自己也付出了很多时间练习 很高兴站在舞台上 展示了自己的学习成果 以后会继续挑战自己 争取走上更大的舞台 主办方崔大卫还宣布 GIA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已经拿到了中国好声音 纽约赛区的主办权 将在明年举办更多赛事 届时将让更多优秀的选手 在舞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在顾超新闻方面 银科美国律师事务所 于日前在尔湾举办 2022圣诞新年酒会 银科的客户合作伙伴 以及当地政商界人士 出席了活动 美中企业家商会 呈现华人商会和Spectro Club 作为本次活动的协伴方 邀请了数十家成员企业代表与会 YK Law管理合伙人 知名娱乐法律师 JC Winner 专程从纽约总部 赶来参加本次活动 YK Law尔湾办公室合伙人 知名移民律师刘丽莎表示 自己非常高兴选择 加入了YK Law的大家庭 并将在这里继续为全球企业家 提供最专业的移民法律服务 我加入YK Law以后 我看到YK Law的迅速成长 然后看到YK Law为中美的这种跨境的业务 做出的努力 非常的欣慰 YK Law运营 及市场总监李永元介绍说 YK Law是一家 援有全球化法律服务能力的 美国律师事务所 在纽约 洛杉矶 尔湾 旧金山 达拉斯设有办公室 拥有近50位专业律师 为来自全球的企业及企业家 提供综合性的商市法律服务 我们律所为中美跨境企业和企业家朋友们 提供全方位的商市法律服务 从投资并购到商市诉讼解决 从知识产权业务到移民 从各种方面来为大家 在中国和美国两边的跨境生意 提供最大的法律上的支持 在中国YK Law与银科律师事务所 所拥有紧密的合作及联营关系 银科律师事务所 在中国拥有107个办公室 服务覆盖全国 拥有1.9万名专业律师和员工 在美国《律师》杂志 2022年全球200强律所中 银科获评全球规模最大律师事务所 凤凰卫视 松诚 尔湾报道 美国大文行酒业有限公司 日前携手杨和股奔 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名为 杨和之夜的大型晚宴 晚宴是为欢迎杨和股份 刘化霜副总裁一行来美参加 庆祝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论坛 同时 杨和股份也对美国 大文行酒业有限公司 多年来在国酒推广方面的努力 表示感谢 晚宴中 纽约州长 纽约市长 均发来贺电 各界社团代表 亲临晚宴现场 到场的嘉宾对杨和系列酒赞不绝口 尤其是对杨和孟之兰系列 纷纷表示 堪称经典 魅力独特 不愧为中国流行白酒的领袖级品牌 美国大文行酒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瑞群先生表示 要将杨和系列酒在美国铺开 并坚信孟之兰的孟六家 天之兰 海之兰 将得到消费者的喜爱与赞赏 让杨和系列酒的品牌形象更上一层楼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位于南加州天普市的德国钢琴城 日前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2022冬季演奏会 近百位学生和家长参与了活动 活动开场 来自Arcadia的高中乐队 表演了精彩的萨克斯风演奏 而台上的钢琴 是德国钢琴城提供的 一台价值十万美金的 Bossendorfer音乐会演奏钢琴 通常这种高端的钢琴 只在最顶级的音乐会 或钢琴比赛才能接触到 德国钢琴城创办人 总经理黄学文表示 德国钢琴城非常荣幸 能为各位小艺术家们 提供一个表现自我的舞台 其实我们疫情之前都有 一直办这个音乐会 因为19年之后 疫情来了 所以我们就停办了 大概两三年 今年因为疫情比较好了 所以我们又重新开放 然后我们重新开放 这个钢琴教学 大快有一年多 这些学生都是 我们琴行的学生 黄学文是第一位 打入洛杉矶大剧院 好莱坞电影公司 和美国电视台的 华人钢琴调音师 他的客户包括 洛杉矶大剧院 好莱坞大剧院 比华丽山大剧院 帕萨迪纳大剧院 华纳电影公司 派拉蒙电影公司 索尼电影公司 及NBC电视台 CBS电视台 和Foxball电视台等 黄学文以2015年进入俄亚俄 奥百音乐学院系统学习了两年的全日制音乐课程 先后诗从斯坦威音乐会调音首席济师 Eric John Robert等名师 他曾经为德国 俄罗斯 中国 美国 等众多国际顶级钢琴大师和音乐家调琴 如世界著名钢琴大师 Richard Good 德国著名钢琴家 教育家 斯杰潘斯卡 俄罗斯著名钢琴家 德米特里 莱琴·曼诺夫 中国钢琴界泰斗 刘诗坤 包慧桥 周广仁等 并获得他们的高度推崇和书面推荐 黄学文表示 德国钢琴城的宗旨 是以最专业的调音技术 调出最美妙的琴声 和最舒适的手感 给客户最高品质的钢琴 德国钢琴城的教学目的 是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提高音乐素养 能够培养出像朗朗一样的钢琴家 凤凰卫视宋成 罗杉矶报道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经济动荡不断 然而由加拿大华裔创办的 安博金融公司 却发展迅速 并于近日在列治文 举办了乔迁庆典 加拿大政府政要 安博金融投资人 以及社会各界精英 出席了乔迁典礼 表达祝贺 安博金融副总裁 辛迪刘表示 安博金融将已成为 加拿大华人第一品牌为目标 帮助北美华人 提供定制化的融资 理财和金融服务 安博金融是北美第一家 为海外华人提供 网上信贷服务的 金融科技公司 曾被TechWeb评为 加拿大最炙手可热 最具前景的 五家金融科技公司之一 公司旗下两支基金 总规模已超过两亿加元 持续为投资者提供稳定收益 在疫情过去三年 其实对很多行业是重创的 但我们却是逆势增长 一直在持续保持高增长 一直得给我们股东有持续的稳定的 很高的回报 他们给我们的回报 就我们已经完全能够抵抗 这两年的通胀 安博金融将在服务民众的同时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凤凰卫视苏惠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的关注 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